欢迎收看本期流民实验室 那大家知道最近我们确实已经做了很多车灯的测评了 哎 这个今天又来了一个 不过这个包装说实话 看上去那叫一个平平无奇是吧 打开包装 哎 这个灯具看起来也平平无奇 旁边还有一个平平无奇的配件包 哦 还有一张说明书 哎 看这说明书 哎 这灯有点意思啊 怎么是倒装的 哎 后面更有意思 可以可以 不错 大家看到了 本次测评的是来自Toyer的CL系列 那我们本期还是以CL1200为重点 首先大家看到的就是本次非常大的一个创新点 那就是一个可以上下切换的底座 首先底座本身是加明接口 有着更好的通用性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和灯体是靠左右各两个六角螺丝相连的 使用官方配件里附赠的这个六角扳手 可以将两边卸开 然后可以在上下步进行安装 那由于CL1200是一个有着防炫木设计的车灯 所以说在吊装后也不会影响其实际出光 达到更好的防炫木效果 这时候可能有朋友说 采用六角扳手这种方式来拆戏有点不方便 但实际上我相信大部分朋友 也只有到手的时候需要判断自己的装入方向 那一次更改之后就可以持续的使用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没什么问题的 回到整体 那这次CL1200采用的是非常常规的一个扁平长方形的灯体 前部就是一个硅胶材质的控制按钮 它是有着按键指示灯的 那在关闭状态下可以单击查看当前的电量 操作方面 长按这个指示灯打开和关闭车灯 然后单击在三档分别为1200 600和300之间进行切换 值得注意的是CL系列都是有着两个特殊档位的 通过双击进入 分别是扑袭档位和警示档位 那在CL1200上 这两个档位分别为300和6006名 不同于绝大多数的手电不记忆特殊档位 那在CL系列上这两个特殊档位都是被记忆的 也就是说无论你在何种模式下 在开启后仍然能回到之前的模式 这一点可能不同的朋友看法不一样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 就是对于这种特殊模式 例如像呼吸灯暴闪这种 你觉得是需要去记忆的吗 出光方面 这次CL1200采用的是一块比较复杂的光学透镜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在中部上部有一部分的阶梯透镜 用于使上部光斑整体下移 同时也做了磨砂处理 使光线更加柔和 那在下部有一个中部的折射光区 两色四周是中面部分用于更好的泛光 在实际的出光效果上 是由上部的主光斑 以及下部的辅光斑构成 整体泛光面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前部更亮的光斑用于照亮较远的区域 而下部则是为了照亮当前比较近的道路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 整体光斑上部的出光被有效的压制 在侧面看也非常明显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在平时实际使用过程中 也不能把CL系列完全与地面平行放置 而是需要进行一定的下压 这样可以达到最好的防炫目效果 同时照明效果也非常不错 此外在光色方面 由于使用了透镜 所以上部的光色是略有影响的 稍微有一点偏黄色 但是整个下部的光斑基本上都是冷白 略微偏向于中白光 供电方式上 这次CL1200内部采用了一颗 4000mAh的21700电池进行供电 我个人觉得是可以换成5000mAh的 可以有效提升续航 同时尾部也有一个Type-C接口用于充放电 充电很好理解 但这次放电就比较有意思了 根据官方的标识 官方是给了一个Type-C转USB-A的接口 插上之后的确可以从这个Type-C口取电 来为一些设备供电 但是现在大家手上估计都有C2C或者C2Lightning的接口 那为什么不用呢 我就很奇怪 但是我们也设了一下 以上说的两种线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这点不用担心 不过回头想想 也确实有一些设备原配的充电线就是USB-A接口的 比如说最近出的这个小米手环7是吧 官方给的这个充电线 竟然是极为先进的USB-A口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方便的 用CL1200给你的小米手环7充电了 充电方面 我们实际测试了一下 CL1200从没电到完全充满 用时大概是在2小时15分钟左右 这个表现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 那如果说有的朋友觉得自己用不上这么高的亮度 以前260名或许对于一些城市习星的朋友来说过高了 而且同时更高亮度带来的是更大的体积以及重量 那这次CL系列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就是CL600可以供临选择 那CL600可以理解为低配的CL1200 它的出光系统和1200是完全一样的 区别只是在亮度以及大小和电池容量上 可以看到CL600和1200相比明显是短了一节 不过它的电池容量也有所减少 减少到了2000mAh 档位分布变成了600 300 150流明三个常规档位 以及200流明的呼吸提示和600流明的日行警示 那同时由于电池只有2000mAh 所以也取消了Type-C放电的这个功能 不过让我们觉得很意外的是在充电时间上 由于充电策略的不同 它的充电时间相比于CL1200竟然更长了 我们实际测试是需要三个小时左右 这个就要看大家的选择了 不过我是觉得如果没有很高的使用要求的话 CL600也是可以满足日常的一些使用需要的 那在车灯的固定方面 官方是给了一个这种采用旋转锁定的车灯固定夹具 上面是嘉明的通用底座 那这个底座没什么好说的 非常牢固结实 不过针对一些朋友有同时挂载马表和车灯的需求 他们也做了一个双向的挂架 那这个挂架本身是塑料材质 不过我们在这段时间的使用当中非常坚固 没有任何问题 那如果想同时挂载的话 就需要原配包装中给的这个GoPro的底座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支架除了在上部有一个加明接口以外 下部给了一个GoPro挂载口 那安装上这个底座之后 就可以同时挂载两个通用加明接口的设备了 再加上CL系列有着无损光斑的正反装方式 所以说这样一来就一举解决了炫目和同时挂载的问题 另外一项更人性化的还在后面 大家都知道 这个平时骑行过程当中 拖把去操作车灯这个多少有点不方便是吧 这个采用线控感觉也有点不体面对吧 这次拖也直接做了一个无线的遥控器 那这个遥控器本身也是通过绑带固定在车把上的 但由于这个遥控器没线是吧 非常体面 很多安装也更简单了 只用采纹跟绑带就可以将其固定住 那本身底座下面是给了两个方向的安装凹槽 大家可以自行选择 安装完之后只需在关闭状态下 长按车灯三秒 即可进入配对模式 同时单击遥控器上的任意一个按钮 如果此时主灯提示灯熄灭 那就进入了控制模式 那在这个无线遥控器上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以120度扇形 分隔为了三个区域 那我们分别来介绍 首先右上边的这个是一个模式切换按钮 可以切换警示模式和照明模式 如果长按则自动切换智能和手动模式 进入制换模式后 一小时累可以使用这个开关键 直接开关车灯 右上角这个是开机按键 长按进行开关机 下部的这个按键我觉得更有意思 因为这个按钮的功能是在车灯上都没有的 那就是一键挤亮 按下去车灯直接进入最高亮度 松开截面 这个在一些提醒过程中 或者说你要给你的队友一些信号的时候 非常有用 那在实际使用效果方面 CL系列的泛光区确实是非常大的 没有明显的中心光斑 这样也会有更好的铺路能力 那在实际使用中我觉得是非常OK的 完全没有槽点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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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